配合优雅的音乐 现在这些长者们正展现舞姿 哥哥精神抖擞 看不出他们都是已退休的长辈 每天清晨 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强健身体 更可以增进情谊 尤其老夫老妻感情是更加甜蜜 要活就要动 尤其是八十五岁的人 早上来参加这个运动 是自己的保健 还有身体各方面都会年轻起来 布里巴城社区国际舞蹈班 主要成员都是以长青为主 舞蹈班成立就是提倡老人家 多参与运动休闲活动 像这一个班 最年长者已经有八十八岁了 学习的精神也令其他学员们敬佩 我们这边有一个精神指标的老师 他陈老师他八十八岁了 那每一项的舞 不管是伦巴 华尔滋 Tangle 他的舞序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像老师这样子 我已经八十八岁了 还在这里跳舞 埔里没有这个地方 好像这个地方就最好 其实班园里很多都是国中小的退休老师 过去也曾经是运动健将 他们也坦诚 国标舞真的是比较适合年长的来学习 而且搭配着优雅音乐 从身心领都很健康 在所有运动里面如果配合音乐 唯一的就是跳舞 其他的运动恐怕就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享受我们音乐的美妙 同时我们流汗 健身 那么对社会上也可以说 也是一个正面的一种非常好的运动 副一长潘云前看到老人们快乐地学习国标舞 开心地说希望此休闲活动能够推广到更多的社区 让现烈的老人家都可以保有健康的身心与体魄 明星王华月怀 布里采访报道